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 画一张 用散风 点称打 把树叶 树虫 我们还是先 用淡墨 勾一下图 我们现在要画的是 基本上是画树 以树为主 我们就画 大片的树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 这个 树 在这个上面 然后下面这里是 水 一大片的树 画到这个位置 然后到了这一边 这个水 给它转个弯 再出来 这边 画一些田园 这个树的高度 大概也是 差不多这样子 这个是树的高度 然后我们再画一座 山 中型的山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还是 画一些树 还有眼山 眼山 也给它分一下 层 大概的构图 先这样子 随便我们可以 看情况 先构一下 然后呢 可以调整一下 它的 广度 好了 我们 靠水面 下面这里 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 画一些 水边的石头 现在我们都开始画树 我们都开始用 点称法 画树 可以用偏锋点 也可以用中风点 看是 自己的食药 比风一般 越闪 越好 也可以用闪风 直接 画树感树枝 因为这种画法 它是要的 线条 也是可以用 闪风来画 这个项目 就会用下线 这种画法 如果 要控制好这个书密 而且是黑白灰之间的对比 在密林中我们揉出一点防止的位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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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感数字要先点以后再勾也可以 先勾也可以 关键是要注意他的名案 中国话也有名案 也可以说是他的阴阳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树要注意它的答案 而且要分组 怕树是一组一组的 不是一颗一颗的 我们点的时候要注意笔上面的末和它的水分有多少 末要有过度 从浓到淡的慢慢的过度 点也要有末的过度 还有它的疏离关系 而且先点和后点 它的末的浓荡都不一样 先点了这些浓的 等一下再来点这些荡的 它就有个浓荡过度的变化 外围我们可以画一些 不同的树种 比如说 各自称 介自称 我们把它表现在 这一组树的外围 对它明显的 细分出来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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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树的丛林要复杂 不要画过太过于单调 而且要注意墨的疏密浓荡 用散风的叉 钢底散风的叉 可以得出它一些浓淡过度的变化 这叫先勾后撑它 千万不要故意整齐 对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都可以从山顶往下面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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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要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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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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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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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